最近一個講的話題就是人民幣的匯價 破不破七的問題 那破不破七呢 當然是受到中美貿戰的結果影響的 但是也要看一件事 不是真真正正的需要破七 真也可能是很必然要破七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說法呢 是沒有法指的 因為你有炒家在這裡做 有爺爺要在這裡做 有一些可能確切需要一些投資者在這裡做 那究竟的最終中世是怎樣 是什麼影響都決定到 所謂的人仔的匯價這件事 在一個較長的版本上會稍微介紹一下 那我個人的看法 如果環境是比較差一點 破七是必然 不過去到2025、2030之後 人仔是會回頭回頭 高一點的可能真的見到五字也可以